我們看這題 他說某班級50位學生 鑽考當中國文英文數學 及格能數分為45人 39人 34人 那而且英文及格的學生 國文也都及格這句話講很重要 好不好 OK 英文及格的人 國文都及格 所以說這39個國文都及格 對不對 好 那假設 數學英文都及格X人 數學及格但是英文不及格有Y人 問你 下列何者正確 來我畫出來理解好不好 你先想一下 這好像全班人數 全班人數幾人 50人 看行不行 這單中 國文及格有幾人 國文及格有45人 英文及格有幾人 39人 對吧 數學及格有幾人 34人 下行不行 好 你把這圖區畫出來 好不好 國文及格有45人 英文及格39人 數學及格34人 五星 標準圖形先畫出來 畫出來之後你再看一下題目 他說一句話他說什麼話 他說英文及格的人 國文也都及格 英文及格的 英文及格的國文也都及格 代表說有沒有英文及格但是國文不及格 有沒有 沒有 所以說在英文及格當中 國文不及格這兩塊都是0 對不對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英文及格幾人 39人 原本這塊是39 所以說因為這兩塊都是0的 所以說告訴我這整塊是其39 對吧 我再一次好不好 ok 因為英文及格的人 國文都及格 所以英文及格的人 國文也都及格 所以說有沒有英文及格 但是偏偏國文不及格 沒有 所以說這兩塊區域是0 知道嗎 那這兩塊區域是0的情況之下 造成 原本英文及格是39人 對吧 這整塊是39人 這兩塊是0 所以說這整塊是7 39 講行不行 來 來 題目其實就說了 他說假設英文 假設數學和英文及格的有x人 假設數學和英文皆及格有x人 數學和英文都及格是這一塊 這塊有x人 對不對 問題啊 這邊是0 這邊是7 x 對吧 因為這邊是0嘛 所以說 題目說假設這整塊是x嘛 假設這整塊是x10 問題這邊是0嘛 所以說 最好這塊是x 這樣可不可以 好 剛才講過 這塊是x39 對吧 這是x 那回答這塊就是x39減掉x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把題目講條件一個一個列下去 再來 題目又說一句話了 數學及格 且英文不及格 數學及格在數學及格當中 英文不及格也就是這整大塊 對不對 我假設這是y 這樣行不行 這整大塊是y嘛 可不可以吼 麻煩你 OK 麻煩你一件事情 好不好 去選出下列正確選項 第一個選項 A選項 他說x加y 這樣行不行 是x加y這兩塊相加是多少 其實你看這兩塊相加看不出來 你可以這樣看 這整塊好不好 這整塊是數學及格的幾人 34人 你把0加x加y 這三塊相加可見是不是34 就出來了 可不可以 所以說你單單看s加y有點怪怪的 你把這整塊一起看 0加s加y加起來4就是34了 可不可以吼 這第一個 第二個繼續看下去 他說多少 他說y的最大值是多少 來 求y的最大最小 你去想一下 老師問你y最小事情 最小單單可能是0可不可以 可以 最小單單可能是0 老師y是0然後可能是0 你看 y是0好了可見這塊x就是起 你要知道數學及格又起了34了 所以說老師問你如果y是0 x就34 這就是5 再把國恩算出來 是不是可以算出來 所以y最小是40沒錯 那最大值 沒有最大值 怎麼看 然後思想一起來反過來 y的最小值是可能是0 最大值 最大值很簡單 就是搞不好這些都是0 這些外面這些都是0的時候 y字又最大了 那y字最大然後呢 你看 這整塊是39 那這塊是y 對吧 所以說是因為外面都是0的時候 這整塊是39 這塊是y 所以說我知道39 加y 基本上會小1等於50 對不對 所以說當然y有最大值是可見外面都是0了 可見這時候只要這塊 因為這裡是0 所以39加y y這兩塊相加小1等於50 對吧 因為全部是50的嘛 可不可以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y最大最大倒極 11 對吧 當然我補充一下最小最小倒極 0 y搞不好是0 可不可以 可以嗎 好好好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y借0倒極 11之間 所以題目說y y小1等於11可不可以 可以 可不可以 你這注意一下 再看C選一下 C選下 他說什麼 至少1顆不及格 欸 至少1顆不及格怎麼算 至少1怎麼算 把全部去剪掉 3顆 接 及格 對不對 來告訴我3顆都及格在海邊 就是這個x嘛 對不對 所以說 50人 減掉3顆都及格就是起 50-x 對吧 所以C選下是錯的 價錢不行 再看初1選下 初1選下在幹嘛 在求 至少1顆都及格 至少1顆不及格 至少1顆不及格 相信不行 也就是求50-x 最大 最小 相信不行 怎麼算 其實說剛才老師已經講了 A加Y等於34 那其中Y又借 0到幾 11之間了 所以說 老師想請問一下 一件事情 今天要求至少1顆不及格 也就是求50-x 所以說我去把x找到 怎麼找 因為這兩相加是11 所以說你要觀念 這個越小 這個越大 對吧 這個越小 這個越大 這個越大 這個越小 所以說當Y越大時 x Y越大時 x會越 小 當Y越小時 x會怎樣 越大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Y最大時到幾 11 帶進去 可見 x最小時是 23 y最小時是0對不對 可見 x最大時就是7 34 這樣行嗎 可不可以 那題目要求多少 求50-x 那 x也是一樣 減掉越大會變成越小 減掉越小會變越大 所以減掉最大剩下16 減掉最小剩幾27 所以至少一顆不及格的 最多有27人 最少有幾人 16人 所以要說最少11人都在 出選項 錯了 那1選項最多有27人都在 對所以1選項是正確的 所以說我們正確的選項就有B和其 1 這樣行不行 這題你注意一下好不好 所以說這題其實 不太好判斷 好不好 所以說你去想一下 OK OK